就是青年人只有一半 况且今年的手投足是非常非常的少 大概只有89万而已 你在以投票率计算那你打个折 这个只能够说让你保本而已 光有青年票你还是没办法应得选举 但是没有青年票 你一定会输掉这场选举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角人 张有话 侯友宜想要胜选的最后一礼物 关键在柯文哲 所谓关键在柯文哲 就是说他们对于青年选票的争取 足以决定这一场的胜负 侯友宜跟赵少康 韩国瑜等人 不是不想拿青年票 但是国民党距离青年越来越远 从2012就看得出来 一直到2023到2024 足足12年的时间 请问国民党 有没有争取过青年选票 今天国民党最大的致命伤 就是从马英九时代 一直忽略青年选票 一直到现在 足足12年 这些青年选票 过去是属于民进党 然而柯文哲出来以后 柯文哲是极力争取这些青年选票 因为青年选票坦白说流动性高 投票率低 然后青年热血就是一次性的投票 他们不会像一般的固定的基本盘 变成选战工具人 他们不会 他们就是一次性的投票 看心情爽不爽 一次性的投票 这些特性过去在陈水扁身上 能够看到 但是在国民党身上看不到 但是在柯文哲身上 看到了一半 为什么讲看到了一半 就是非常奇怪 柯文哲这一次的选举 居然没有成立什么青年军总部 我一再跟民众党讲 要成立一个青年军总部 就比照蔡英文时代 他成立青年军总部的主要的目的 除了养彻翼网军以外 更重要这些青年干部都代表蔡英文进入校园 进入校园 以学长学弟妹的方式 教导他的学弟妹 分裂投票 他们知道很多青年也对民进党不少 但是你大选投蔡英文 政党票那你投柯文哲 那你投其他人都可以 他们是这样子搞的 就是说 好比说 他们知道这个选区对于民进党的候选人 你不满意他们不会帮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 讲任何一句话 只是告诉你如何投票 就是他知道青年人不喜欢这个人 你硬要帮他讲话的话 会得到反效果 但是他们就是求爷爷告诉你来 你先选蔡英文再说 他的最高目标就是蔡英文 其他他就不管了 从这一些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在青年这一块的生根 是有一段时间 只不过在赖金德上台以后 他的很多的作为 不受青年人的关注 也不受青年人的关爱 尤其他那个不分区的名单 好 那再加上赖金德解散了策域网军 民进党的策域网军 所以青年人就不再跟风 那相对于柯文哲的崛起 柯文哲的崛起 坦白说是民进党刻意为之 因为只要柯文哲 把这些青年选票给吸走 柯文哲就可以有实力 跟国民党纠缠 所以呢 国民党现在跟青年党之间 那么跟民众党之间 为什么要争取青年选票 而青年选票应该支持的对象是柯文哲 国民党反而争取不到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柯文哲没有所谓的青年军种 柯文哲也没有所谓的青年政策 但是他受到青年人的喜爱 是因为网络媒体的兴起 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 因为青年人的资讯 都是从这个地方得到 那国民党他还相信传统那一套 就是紫媒啊电子媒体啊 等等那些 现在国民党是好一点 就是赵少康也提了不少的青年政策 跟青年之间 直求对决 但是毕竟只是赵少康 只是赵少康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不是对青年选票 他不要 而是他不知道从何下手 青年选票是需要长期培养的 为什么需要长期培养 就是说你要知道青年人的喜好 还有他的一次性 他的游离性 那从这一点 就是说我们看三个政党旁边 三个政党旁边 有没有青年人出头的机会 这是青年选票会支持政党的原因 陈水扁当年就是我们孝称 叫做童子军治国 但是这些童子军 对于其他的青年是有号召力 现在童子军已经变成老童军了 我们可以不用讲 当年陈水扁可以这样 但是柯文哲做不到 柯文哲做不到 所以柯文哲是有点可惜的地方 他拥有青年票 但是他没有办法 像组织一个青年军 变成他的进卫军 那再看国民党 国民党的青年政策 坦白来讲 还是1990年代的那种思维 他们忽略了青年人不只是低薪 还有工时长 那你更重要青年人的前景 那是什么 你要帮他们给找一条出路 去打动青年人的心 所以侯友宜跟赵少康 他还有一个包含柯文哲 互贞青年票 但是青年票一旦分散的话 没办法集中 对两个的选情来讲 帮助不大 况且现在投票人口 青年人跟 非青年人是2比1 就是青年人只有一半 况且今年的手投足 是非常非常的少 大概只有89万而已 你在以投票率计算 那你打个折 这个只能够说 让你保本而已 光有青年票 你还是没办法赢得选举 但是没有青年票 你一定会输掉这场选举 那么更多 我还是不做一些 那么多多疑 扶持人 扶持人